好声音放着听 自律力陪伴你左右 就在扬声望来 扬声online 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扬声望来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辛杰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七月份的主题 是这个好睡力 好睡力就是关于我们的睡眠 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 也是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是把之前一样 是我们YouTube上面的访谈呢 我们把它结集成这个声音档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YouTube看我们的影片 那到时候里面呢 就会有这个影像档 那我们这一集呢 是邀请到了这个 国立阳明大学 这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与神经科学研究所的 这个助理教授 张立宏张老师 那张老师其实也蛮厉害的 他还获得了这个 全国杰出通识教育教师奖 是一个对于教学非常有热忱 而且就是教学内容 也非常棒的一位老师 那我们请到这个张立宏老师 要来跟我们谈什么呢 没错 就是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啦 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就是睡眠咯 那可能大家会对于 你是有睡眠障碍吗 会不会怀疑自己有睡眠障碍呢 还是你觉得你睡得好呢 还是一天一定要睡满八个小时 其实有蛮多我们对于睡眠的迷思 都在我们这时候访问这个 张立宏张教授的时候呢 他有一一来为大家破解 以及回复 那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最后 来好好听听看 到底我们这个 什么叫做好的睡眠呢 那还有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自己睡得好呢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一集的琉璃讲座吧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琉璃讲座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 又可以邀请到我们 杨森的一位好朋友呢 也就是我们阳明大学啊 这个人设中心与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我们欢迎我们张立宏张老师 嗨 大家好 杨森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立宏 是的 我们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谈谈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也是大家每一天啊 都会面临到的事情 这是我们生活每一天都会遇到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睡眠 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在想说 天哪 我到底有没有睡眠障碍啊 那我的睡眠到底睡得好不好呢 其实我们对于睡眠有很多的想象 跟很多的就是 好想知道我到底睡得好不好 我睡不好会怎么样啊 还是我其实要吃安眠药 有些人可能有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有些人很爱睡 有些人好像不爱睡 那每天一定要睡到八个小时嘛 其实对于睡眠我们有超多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这个老师来到现场 要来一一跟我们回答这些关于睡眠的问题哦 好首先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睡眠好了 想要先问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 我们的大脑是不是也就跟着我们就一起睡了 哇这个是好问题哦 我们一般的印象都会觉得 哇一睡觉之后我们的身体啊 我们的大脑可能就停机啦就休息啦 那事实上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误解哦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科学上的工具 其实可以实际去观察 到底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发现其实睡觉的时候呢 大脑其实还是非常忙碌在活动 那透过脑电波的观察 我们发现其实睡觉呢 是脑电波慢慢缓慢的放慢的一个过程 好但是呢这个放慢过程进入深度睡眠之后呢 呃我们甚至会发现呃他会进入这个所谓的快速演动状态 其实我们发现哦快速演动的脑波哦 跟我们醒着的时候脑波其实非常的接近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呃这个睡觉的人叫起来 他就会说 诶你刚刚叫我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在做梦 对 好所以其实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 其实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还是在活动的 是 他只是对于外界的感知哦这个意识呢 变得比较模糊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大脑没有完全的是在休息 他有在他运作的 但是相较早上跟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应该还是有比较有比较休息一点吗 还是他还是跟早上一样这么的活跃吗 呃当然就是说其实在睡觉刚刚就如我刚刚所说 他是一个脑波慢慢规律然后放慢的过程 那大概在我们睡觉几十分钟之后大部分都会进入所谓的深度睡眠 对 在这个时候大脑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规律的这个脑波的活动 让整个身体呢 特别是大脑可以去呃比如说排除这个一些性陈代谢产生的肺污啦 那可以可以呃保存体力甚至恢复我们的体力 那也有助于我们白天呢学到的东西去进行固化 哦 所以如果我们白天非常的忙碌的话 对 因为你就会发现那天的睡觉可能就会睡得特别好 特别深 哦 所以其实睡眠对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他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早上学习的东西晚上可以复习一下 对对对 有一个研究就观察到其实晚上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子会重复我们白天所做过的事情 所以不是有句话说吗 是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对对对 哦 所以其实为什么就会说小朋友在成长的时候真的要多睡觉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早上 可是这样讲其实也蛮可怕的就是如果他是生在一个所谓我们说的家宝啊 那他这样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也都在复习他每天早上 对对对对对 哇塞 好 那我们来看看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说我们要早睡早起 这样才是一个勤劳的人 所以想问老师一下就是是只有懒惰的人才会爱睡觉吗 就像像我有时候以前我可以就从晚上睡到中午12点这样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 我觉得我深受其嗨 是 呃我想就是说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强调睡眠其实是越规律越好 对 但是早睡早起这件事情到底跟你勤不勤劳 我们其实倒是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文化的一个影响比较大 哦 就是说呃我想传统社会多半是这个农业社会为主 我们强调日出而做日落而行 是 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会把勤劳跟你能够保持良好生活做起这件事情连在一起 对 但我想现代社会大家的生活形态比较多元化 是 所以甚至有些人他因为工作关系他反而是晚上的时候他比较清醒 对 所以他晚上的时候在工作 所以呃我们现在就不太会这么强调 一定是早睡早起的人才是勤劳的人 对对对对 哦好的所以就是如果 所以可是老师如果像说我们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果我是可以睡超过12个小时 这样是正常的嘛 就是因为像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一天只要睡4个小时就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好像就是大老板可能觉得我一天睡4个小时 然后好像我们这种一天睡超过12个小时好像就是好像就是赚不了大钱的感觉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常常被长辈问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他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是 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睡眠所需要时间不一样 不一样 他有非常大的个别差异 是 我们通常会强调就是说 对 你睡醒了之后 你白天的时候还会很容易打瞌睡 嗯 如果还是会的话 表示其实你晚上睡眠品质不是很好 对 但是如果你不会的话 其实有的确在文献上会发现有些人大概睡4个小时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都要睡到8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们通常会询问我们长辈他主观生活上还会不会有需要这个补眠啊 或是小睡的需求 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的地方 好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深入询问一下 因为我们有蛮多长辈会询问关于自己睡眠的问题 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 像有的时候假如说这个礼拜我一到五 我都熬夜 然后就是都很累嘛 对不对 或者是有时候长辈可能刚好这一到五都出去玩 然后终于回来了 然后想说太好了六日我们就来好好睡觉 就整个六日都在补眠 老师请问现在这样子的补眠是有用的吗 好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文化的习惯有关系 又有关系 我觉得好像自己欠很多债的话 我们可以一次把它还完 是 不过因为睡眠它其实是一个生理需求 它每天所需要的量都是固定的 那所以说如果你这个一到五的睡眠不足的话 礼拜六你会不会突然就让这个需要可以变得比较大呢 其实是比较不可能的 就是说周末的睡觉的话 它其实补眠的效率 其实并没有这么好 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就是说 尽量维持生活的作息 比如说如果你因为周六睡的特别多 然后反而影响到你隔周的生活作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哇那这样生活作息可能就大乱 所以我其实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熬夜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在第二天的下午 可以做一个这个小小的午睡跟休息 它其实对于恢复下午的体力帮助非常大 帮助非常大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是年纪越长越大之后 真的对于熬夜这件事情有点越来越困难 对对对 就是现在我也觉得好像熬一个夜就是好像一个礼拜都会很难过 对对对 体力的变化这个 对对 所以最好的还是就像刚刚老师讲的 我们要维持每天规律的一个睡眠的时间 这样是最好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想要请问老师说 像我们常常都会说年轻人就像大学生 他们其实很常熬夜 对那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 像年轻人这样子熬夜啊 是因为他们生活习惯都很差嘛 所以才会一直这样熬夜吗 这个好问题啊 对我们有时候常会在这个 听到长辈问我们说 这个小孩之后很晚睡啊 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发育啊 或是这个功课会退步 那其实的确是有些文献有指出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因为这个荷尔蒙剧烈变化的关系 的确会产生对他们的这个睡眠的延迟现象 也就是说他们会比较晚才会想要睡觉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都是正常的 那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说 因应这个现象 我们其实应该要把平常上课的时间 晚一点 稍微晚一点 让他们可以睡饱一点 所以大学生看到今天要去跟教授说 我们不要再上早吧了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他可能跟生活习惯有一些交互的作用 基本上来说 我们想要看到 至少小朋友如果不要这个白天的时候 一直打瞌睡 那这样应该就还好 所以就是如果他熬夜 但是第二天上课没有打瞌睡状况的话 其实这样是还好的 但是因为你说他 老师我刚刚提到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所以会造成青少年时期的人 会比较会想要晚睡 对他可能会比较晚才会感觉到睡意 想睡 对对对 了解是是是 我这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其实青少年他们想要晚睡 不是因为他们生活习惯很差 是因为他们荷尔蒙的关系 所以也是跟 算是跟青春期有一点关系 对对对对 所以时候好 所以不要再骂他们 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好 好再来一个我觉得 这是跟我们长辈很常很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真的很多人会关心就是 我是不是有睡眠障碍 对 但怎么说呢 因为真的很常会有长辈来跟我们讲说 我每天可能晚上九点就想睡了 然后他就去睡了 睡了之后凌晨三点就起来了 是是 他就会觉得 然后也睡不着了 那请问一下老师 这样算睡眠障碍吗 通常睡眠障碍我们会观察的几个重点 是 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比较难入睡 对 再来就是比较浅眠容易被吵醒 是是是 那再来就是说他睡觉的品质就是可能变得比较不好 对 那根据睡眠学会研究 其实台湾的人的这个睡眠的障碍的比例还不低 有慢性失眠的人的比例大概11%左右 那如果你去观察 11%是指65岁以上吗 还是全台湾 对对对 如果我们去观察就是族群的分布 年龄分布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 他们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大概有到20%左右 20% 对对对 所以的确有很多长辈他们有这样睡眠的这个困难的问题 对 那我们通常对慢性失眠定义是这样啦 就是说如果你在一周里面至少有三天 三天 会出现这种难以入睡 潜眠容易醒来 或是很早洗这样的一个状况 连续三个月 那就是会符合我们一般的这个睡眠障碍 慢性失眠的定义 就会觉得应该要去比如说可以就 就近的去这个睡眠的门诊 是 睡眠的门诊 对对对对 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这个睡眠的困难 所以就是一个礼拜有三天 连续三个月 然后都会有不好睡 或是很容易醒来 醒来之后又不容易睡 或是太早醒 太早醒 可是老师他如果九点睡到凌晨三点 其实也睡六个小时 如果他算是一躺到就是枕头 就睡着到第二天的清晨三点的时候 其实这样也算睡得蛮好的 六个小时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很主观的 那通常我们在睡眠门诊的时候 对 我们会用比如说脑电波的观察方式去看 有些长辈他其实不是问题不在睡眠的时间 是 而是他的睡眠品质很不好 比如说非常常见所谓的呼吸中止症 是 就是会让他这个在睡眠的时候 虽然他睡了 对 可是他一直被中断 一直醒来 那以至于他觉得一直没有睡忙 哦 老师那如果他觉得说 我晚上睡觉一直做梦 一直做梦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在睡觉 那事实上就文献来看的话 其实长辈的这个快速远动期 就是你做梦的时间 占整体睡觉时间的比例 对 是会慢慢减少的 好 所以如果长辈的确 自己一直觉得好像一直在做梦 对 我会觉得会不会是最近压力比较大 所以你的睡眠的这个周期 有一些些改变 让他有这样的感觉 睡眠的周期 对对对 什么叫做睡眠的周期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 大概 一个晚上会经历大概 四到五个睡眠周期 所以你可能会翻个身 然后做完梦之后 就是有点醒来翻个身 然后又进入深睡的状态 然后又起来 慢慢开始进入 所以我们整个晚上睡眠的状态 不是平的 所以我们可能是一个 就像老师说我们进入深睡 然后可能翻个身 我又醒来了一点 然后但是我又沉睡 所以它是一个波动 所以但我们太多次感受到自己 波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没睡 或者是你在这个周期当中 一直被中断 比如说我们隔壁的例外一半 他可能打呼声很大声 把你吵醒了 所以你的这个周期被中断之后 可能就你会自己感觉 怎么一直在做梦 一直醒来 对对 大概就这样 好的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 最好就是一天要睡满八个小时 对 所以这个八个小时的问题 就会出现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 前面讲到的例子 就是长辈 他可能晚上九点睡 睡到三点起床 他如果其实睡了都很好的话 也睡了六个小时了 对不对 那但是他就会觉得说 第一我三点就起来了 第二我又没有睡满八个小时 他就觉得我是不是有睡眠障碍 对 所以想请问一下老师 就是一定每个人都要睡满八个小时 这个迷思吗 对 在这边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其实要跟长辈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年龄变化过程当中 我们所需要的睡眠时间 其实会慢慢减少的 那八个小时其实是平均而言 在一般的年轻人上面是八小时 那对于很多长辈来说 大概这个时间会慢慢减少到七个小时 甚至有些长辈会变成五个小时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睡眠时间长短这件事情呢 自己的主观的感觉还是最重要的 白天的时候会不会 比如说我们坐在电视机前面 30分钟就不小心睡着了 睡着了 如果这样的次数非常频繁 就表示其实晚上没有睡得很好 对 他不一定跟睡觉的时间我们睡饱有关系 其实我们很常遇到一种长辈就是 他晚上睡不着 但是他早上来上课的时候一直打瞌睡 而且他会说老师讲得越大声 他就睡得越深这样子 所以如果只要有出现这样打瞌睡的状况 基本上真的就是可能晚上的睡眠状态不是很好 对那我们老师也要努力让课程有趣一点 不是要不会让大家睡着 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形很普遍的时候 那就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晚上睡眠的品质 是不是不太好 哦是是是是是 好的这也是一个 但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会随着我们越长越大 我们真的其实睡眠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八个小时是以全部我们说你年轻人来计算 成人成人来计算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六十岁以上之后 我们的睡眠时间相较之下会真的慢慢慢慢的变少 对 所以可能五到八个小时这都是正常的范围 对 所以就要回到刚刚我们讲的 如果早九点睡三点起来 其实如果你真的睡得好 早上也就是不会打瞌睡的话 那其实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老师如果他三点起来 其实他大概到十一点十二点就想睡 也是正常对不对 因为他可能还是会因为体力的关系 对 还是有点疲劳 那我们还是鼓励长辈就是说 如果你晚上的这个睡眠的品质已经不是很好了 不容易入睡 白天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睡得太久 哦是 那一个小建议是这样 就是我们可以在中午吃完中餐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坐的坐卧的方式 稍微这个眼睛合起来休息一下 那尽量不要躺到床上去 就睡早了 一睡就三个小时 那这样你可能就把你那一天的 量都睡完了 量都睡了一半 那你晚上自然就会更早起 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 所以就是如果晚上没睡好的话 我们就尽量减少我们午休的时间 尽量减少 好的 非常非常棒 好 再来我们想请问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 我们通常有时候睡觉有些人会打呼 是 对想请问一下老师 打呼是代表他睡得很沉稳吗 哦 呃 我觉得因为受到大众文化的一些影响 是 在电影作品啊 影剧作品中 我们都会用这个打呼来表达 啊 这个人睡得很熟 睡得很熟 可是其实事实上呢 在在观察睡眠的时候 是 打呼其实并不是一个 就是正常的睡眠现象 哦是 是 那甚至他有可能呢 跟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有关系 哦 所谓呼吸中止症就是说 呃 你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对 可能因为上呼吸到的这个 反复的这个 塌陷 是 那会造成呼吸中止的现象 是 那其实对于 长期来说对于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 所以如果呢 这个 呃 长辈常发现说 晚上的另外一半呢 抱怨说 打呼很大声 我们都会建议呢 最好去做一下顺便门诊 那 他跟年龄 性别 还有体重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那通常男生大于女生 年龄越大越容易产生 体重比较重的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 比如说我们常常给长辈做的一个 测试 所谓的鼻中隔 扭曲 歪曲 长辈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压住一边的鼻子 轻轻的深呼吸 然后呢 再压住另外一边的鼻子 如果你发现两边的这个 吸气的感觉差很多 有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鼻中隔的 关系 所以影响到你呼吸的流畅 那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 产生呼吸不顺 继而有可能造成呼吸中止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就是 就是先压住一边的鼻子 对对对 然后吸气 对 然后换另外一边吸气 对对对 所以你要感觉 两边有没有一样 但是他只是呼吸中止症 当中众多的可能性之一 可能性之一 对有些长辈是 比如说舌头比较肥大 你也可以在刷牙的时候 把舌头伸出来 看看你的舌头两边 好 有没有牙齿的痕迹 如果有的话呢 他可能代表你舌头比较肥大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放松 对 舌头有时候也会就是 让你的这个呼吸道比较不顺 可能就会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所以牙齿 看你的牙齿上 看你的舌头 舌头上面有没有牙齿的痴痕 是因为牙齿都咬在你的舌头上吗 对对对 因为舌头比较肥大的关系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 比较容易 跟旁边牙齿碰到 就会有牙齿 所以就是说 有呼吸中止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 尽快的就是就义 包括睡眠门诊 那耳鼻喉科 那我们还是有些研究 发现 长期呼吸中止的话 有可能跟这个晚年的一些 神经退化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些相关 所以最好还是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 对 但因为像我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 大家也蛮年轻的 蛮年轻的 蛮年轻 所以这样子也是 这样子 所以也要先去看医生就是 就是要去观察 观察 因为他的严重的轻重程度 还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会比较需要医师的专业的判断 但所以老师像他们这样子 呼吸中止症的这种打呼声 是不是已经跟一般人的打呼声 会真的不一样 对 就是你有会发现他 其实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一听那个打呼声 就知道他哪里塞住了 哦 这么厉害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他需要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那塞睡眠门诊的话 通常我们会安排 这个受试者来医院 就是睡一个晚上 然后这样讲完 那会不会就是 大家一看完这一段就觉得 天哪 是每个打呼声都要去测试一下吗 还是其实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指标 跟我们刚刚聊到一样 有没有影响到你白天的生活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影响到你另外一半的生活 另外一半 对对对对 上次我听到有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他的小朋友就是一个小儿子三岁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睡觉睡睡被他儿子拍醒 爸爸你小声一点 对对对对 其实他真的是蛮常见的一个 呼吸上的一个睡眠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 然后或是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已经习惯了 可能也就 就就还好 这问题可能不严重 没有那么急迫 哦 好的 那老师如果这样讲 那打呼一般人的打呼 这样算正常吗 打呼的原因太多了 这个可能需要 打呼的原因太多了 需要去做一些比较 比较 好的好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 哦好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会问的 就是有的人 就是真的会有睡眠障碍也好 或是忧郁症也好 他们没有办法睡觉 那这种就是他们必须要靠 这种安眠药 那有的人可能半颗 有的人可能一颗不一定 对 但是老师对于这种就是安眠药的话 有什么建议吗 或者是 因为有些人搞不好觉得 我最近他会自行减药 或是自己加药 这样子的话 对 我觉得一定要利用时间宣导 是 我想 长辈哦 他们会用药 特别是安眠药 助眠药物 的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可能要 这个遵从医师的这个医助 是 所以就是说 当你在使用助眠药物的时候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配合医师 嗯 在医师 还没有这个 跟医师沟通之前 不要自行减药 嗯 然后呢 也不要自己加量 加量 很多长辈觉得这个好像在煮菜一样 没想到 如果晚上还是吃药 还睡不好 我就再吃一颗 对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是他们的用药习惯 很多长辈用药习惯不太好 对 但是有时候长辈 吃完安眠药之后 就到处趴趴趴 去看电视啊 摸摸手机啊 反而结果让自己越来越兴奋 哦 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 通常安眠药的这个急转 大概会在用药之后的 2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 就会出来 是 我们就会建议长辈呢 吃完药之后 就乖乖的 躺在手上 就很被睡觉 是 这样才会让你的这个 助眠药物的效果比较好 哦 老师我后来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 然后我们讲到睡觉前嘛 对不对 那有的人就是会觉得怕睡不着 所以他会 有的人可能是 喝一杯牛奶 对 或者是有的人喝一杯红酒 对 请问下老师这个真的有效吗 喝牛奶跟喝红酒 真的可以助眠吗 对 我想就是 房间有上百种 是 帮助这个助眠的方法 是 我个人还蛮推荐 睡前一杯牛奶的 哦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低 这个 这个交感神经系统 这种兴奋 是 的确会有帮助睡眠 那喝红酒的部分 我想 这是很多人的习惯 不过 酒精的部分 它的这个量 还有它对于 我们整个大脑的这个影响 其实比较复杂 是 但是 就这个睡眠的角度来说 我们并不会很鼓励大家 透过 喝酒的方式 来 来助眠 因为事实上甚至有些人 喝完酒之后 反而会更兴奋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会尽量鼓励大家 在睡觉之前 尽量养成一个 规律的习惯 比如说有些人习惯 喝一杯牛奶 听音乐 放松了之后 在躺到床上 准备睡 让它养成一个仪式 那尽量不要做一些 会让自己很兴奋的事情 比如说 看股票 看股票 或者是玩手机 看新闻 它可能就会让你 看新闻 更不容易入睡 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习惯 但是 老师我们喝牛奶 是不是要刷牙 不然会触牙 对 牙齿健康一样重要 对 好的 所以喝牛奶老师 其实说是有一点帮助的 那有人热没有差吗 还是 冰牛奶 热牛奶 我觉得温柔奶 冰牛奶 就是煮 感受上很舒服 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感受 对 个人的偏好 好的 所以牛奶可能还有点帮助 但是 酒的话就是真的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对 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 对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最后我们真的就是要问到 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好好睡一觉 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呢 我觉得其实睡觉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 没错 我们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 所以它其实跟我们维持健康的方式 其实很很类似的 就是说尽量维持正常生活作息 对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自愈力三加一 维持正常的生活 规律的运动 那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 下午的时候尽量不要睡得太久 那有些长辈会习惯 白天的时候会喝一些提神的饮料 比如说咖啡 我们会尽量建议在下午两三点之后 尽量不要用咖啡 因为我们身体代谢咖啡因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可能影响到你晚上睡觉的这个效 这个结果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会很提醒大家 就是晚上睡前就如同刚刚说的 不要做激烈运动 不要这个让自己太兴奋太焦虑 这都会影响到你晚上入眠 最后一个常常我会提醒大家就是 要这个跟你的床好好相处 床是一个睡觉的工具 是 很多长辈都会习惯在床上玩手机 看电视 对 那这其实会让你的身体搞不清楚 到底今天我躺在床上 我要准备睡觉了 还是 我现在应该要玩手机 所以要把这个身体 它其实有 你要跟它对话 那该睡觉的时候 我们就躺到床上 躺在床上的时候 就不要做出了睡觉以为的事情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真的还蛮 尤其是现在 大家真的很容易睡觉前就是要 花一下手机 不管是看新闻也好 还是玩游戏 还是跟朋友聊天也好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要在 可能客厅也好 或是你的书桌上 不要在你的床上 床就是拿来睡觉的地方 所以久了之后你就会 你的身体也会养成一个记忆 就是床就是睡觉的地方 你看到床就会觉得只要睡觉 不然你的身体会一直想着 要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他也会一直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是的 今天老师呢 跟我们讲了非常非常多 关于睡眠很多 很棒很棒 而且也可能解惑了一些 我们心里的一些这个疑问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力宏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扬声望来 我们下一次见 本节目由 扬声慈善基金会 与公益彩券回归金 赞助播出 点亮希望的光 又让满湖人生长浪 幸福路上 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都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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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活 也不如 那点数据 都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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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